政府永远在追求更便捷的资讯系统,以给予民众更好的服务。 数位服务的品质和系统程式码的优劣密不可分。 若让公众可以共同使用、检视、修正系统的程式码,将可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品质。 举个例子,假设某城市的美术馆开发了一款平台,提供市民查询活动资讯, 而其他公家机关也想采用类似的平台,来丰富当地民众的生活。 此时,运用公共城市的政策,美术馆将该活动资讯平台的程式码释出。 这样一来,其他单位可自行修改使用,例如增加线上报名、活动评价等功能, 并且将改进后的程式码更新,让美术馆与其他单位共同享受更新的成果,为民众提供更好的服务。 这就是数位发展部即将推动的公共城市政策,让公共软体程式码公开释出。 公众共同使用和维护,达到品质提升数位韧性和永续发展, 促进关键技术发展,让政府掌握技术自主权,促进我国软体产业升级。 而为了达到这些目的,公共城市政策将从规范指引、人才培育与资讯系统三大构面, 推动培训与奖励等计划,分阶段稳健前进, 确保各级机关与产业界得以渐进落实政策。 期待借由公共城市政策提升我国数位服务品质, 提升国家数位技术自主权, 和促进软体产业经济发展。